股王大力光二月份的营收26亿元 虽然月减了三成 但是和去年同期比较起来 仍然大增超过了六成 大力光表示三月份开始 业绩就可以强势回温 扩增的产能也有望在第二季 开始贡献给营收 方便加上美观 隐形的进程为不少年轻人首选 股王大力光看准市场趋势 旗下新欧光学预计今年将在全台积极扑货 目前已经将触角延伸到桃园 新竹 彰化 高雄 台北 其中北部共计新增了21个经销点 加速强势 那这些会发酵出来多大的业绩 这个是很难顾 跨足隐形眼睛事业本业也不松懈 公布二月营运表现 尽管合并营收就上月衰退35% 但年增65个百分点 累计前二月业绩更达到66.46亿元 年成长百分之六十六 我们做了三十几年 那我们的技术都是自己内生的嘛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有蛮扎实的技术基础 大力光解释 二月工作天数较少 营收表现较一月滑落 属于正常现象 三月开始渴望快速回温 加上为了应应接下来的旺季 以及订单而新租的厂房 也将在第二季开始贡献营收 至于位于台中的新厂房 也已经启动初期营建工程 最快明年下半年完成 2017年正式投产 Fition层介维台北报道 是